出大事了兄弟们 还记得这个仓鼠钢吗 别动 干嘛呢你 撒口撒口 赶紧给我撒口 这是去年钢饲养那会儿 差点被猫给吃了 最近这不是天气暖暖了吗 我打算给它彻底的挖出来找个媳妇 这些是上次给它们放进去的干草 看这个样还挺好的 没有被扑弄到支离破碎 NO 给你们了 我从这个钢的侧面观察了一下 是完全看不到里面的小仓鼠是藏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现在是松是死 所以只能仔细一点 把里面的干草给取出来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把小仓鼠给带出来了 这些是上的干草就给狗扑着了 看看这边还有没吃完的白菜叶呢 不过这个下面都已经开始腐烂了 看到这里有一股不安的心情涌上心头 刚才的烂白菜给咱们家的狗给摘毁了 赶紧过来种点新鲜的 小豆豆这家伙是不大喜欢吃 但是这家伙那就要吃的一个香呀 吃起白菜来就跟吃红烧肉似的 呱呱的套 不过小咪这家伙就很挑食了 行了不是说你啊 你就安心的吃吧 这家伙还以为我是说他呢 现在咱们还在赶紧过来找仓鼠的要紧 干草也扒拉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这点也给他拿出去 反正现在这些草里是没有发现仓鼠的身影 我猜他现在只能在这个土里面藏着了 但是我大体看了一下 居然连个洞口都没有 这一块我是检查过的了 可以确定连根毛都没有发现 如果有也就只能在这一部分了 那么现在咱们就从旁边这里给他开始找 没有啊兄弟们 哎我去还以为是仓鼠呢 没有没有 现在只能是这边了 哎呦 我靠 大爷子吓死我了 咋个情况这是 这咋还不动了呢 哎 哎 哎 坏了 这个小家伙感觉已经嘎了 哎呦我的天哪 果不其然 这小藏鼠的身体都已经用了 不过尸体倒是没有腐烂 他的这个皮毛也没有脱落 感觉是刚嘎没几天 你说说 寒冷的冬天都没有冻死你都熬过来了 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居然嘎了 啥也不说了 拿个铁线 来这边挖个坑 然后把小仓鼠给它放进去 埋了吧 真是太可惜了